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360和万科的最新财报 这两家公司在面对市场挑战时的应对策略和未来发展方向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360的上半年营收同比下降了18.02% 主要因为智能硬件业务的策略性调整以及安全业务项目验收的减少 然而,该公司仍然在不断推进AI技术的应用 并在主营业务毛利率上取得了增长 显示出其在困境中寻找突破的潜力 接下来,我们转向万科 这家房地产巨头在行业整体调整中仍实现了超600亿元的融资 并在高质量交付和销售表现上跑赢大势 尽管面临净利润转亏的挑战 万科依然展现出稳定的现金流合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未来的市场需求也在逐步回暖 所以,无论是360的AI转型还是万科的销售策略 两者都显示出在困难中寻找机会的能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360公司在2024年上半年所经历的重大调整 及其对未来业务的影响 首先,这篇报道由中国基金报记者邱德坤撰写 刊登于网易新闻平台 文章详细描述了360公司最新发布的半年报 分析了公司在这一期间的营收状况 业务调整和战略方向 2024年8月30日晚间 360发布了其2024年上半年财务报告 数据显示公司在此期间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了18.0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额同比增加 具体来说,上半年360的营业收入为36.92亿元 而净利润则为-3.41亿元 报告指出,营业收入下滑的主要原因 是智能硬件业务产品的策略性调整 特别是聚焦带有视觉云及大模型的安全智能硬件产品 这导致飞云业务占比的策略性降低 因此,智能硬件业务收入5.54亿元 同比下降35.95% 此外,安全业务项目验收减少 也是导致收入下降的原因之一 该业务在上半年实现收入4.64亿元 同比下降48.95% 尽管如此,360通过调整战略 正在尝试借助AI技术进行业务转型 报告数据显示 公司上半年的主营业务毛利率同比增长了3.86个百分点 达到62.96% 这一毛利率增长反映了公司在硬件与云服务结合模式上的成功尝试 通过智能摄像机、可视门铃、行车记录仪等智能硬件产品 360正将AI大模型应用于家庭安全领域 与此同时 360在联网业务上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其360AI搜索和360AI浏览器等AI应用自2024年初以来访问量增长迅速 7月份360AI搜索的月访问次数超过9000万次 成为全球最大的AI原生搜索引擎 公司表示 基于360安全卫视的桌面入口优势 未来有望在PC端流量和产品市占率上进一步提升 从不同角度分析 360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当前科技公司普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一方面 随着市场环境和技术的快速变化 公司必须不断调整业务方向 以应对新的市场需求和技术趋势 360聚焦AI和云服务 正是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到新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 智能硬件与AI技术的结合 虽然能够带来新的增长机遇 但也需要面对较高的研发成本和市场推广难度 360通过策略性降低非核心业务的占比 显然是在资源分配上更加谨慎 以便集中力量在核心业务上取得突破 此外 360在安全业务上的发展策略也值得关注 通过提供免费的安全大模型 360不仅在短期内可能面临收入下降的压力 但这种策略有助于长期在市场上建立技术优势和客户信任 从而促进公司数字安全业务的长期发展 分析人士指出 AI技术在互联网和数字安全领域的应用 能够显著提升用户体验和服务质量 从而增强用户的付费意愿 在这一背景下 360的互联网增值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4.67% 订阅服务收入更是同比增长110.45% 超过了2023年全年 这些数据无疑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信心 总结来看 360在2024年上半年的表现 虽然面临收入下降和亏损扩大的挑战 但其在AI技术和智能硬件领域的战略调整 显然为未来的业务转型打下了基础 公司通过聚焦核心业务场景 结合硬件与云服务 以其在新的市场环境中找到突破口 在未来 360能否通过这些调整实现业务的稳定增长 还需要观察市场对其新产品和服务的接受度 以及公司在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上的持续投入 总体来说 360的转型和调整路径 为其他科技企业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 即在快速变化的科技环境中 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业务模式调整 来应对市场挑战 实现可持续发展 感谢收看本期突发事件特别节目 我们将持续关注360 以及其他科技公司在市场上的表现 敬请期待我们的后续报道 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嘿大家好 这里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来聊聊360和万科这两家公司最近的状况 顺便再瞧瞧金融体制改革的那些事 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最新消息显示360360在2024年上半年的营收 同比下降了18.02% 规模净利润也亏损加大 这下子360的CEO肯定在办公室里嚎啕大哭 不过别急着泼冷水 360其实在进行一项大调整 他们把重心放在智能硬件业务上 特别是那些带有视觉云和大模型的安全硬件产品上 虽然这导致了智能硬件业务收入下降了35.95% 但是他们认为这会让公司更专注于核心业务场景 其实这也挺有道理的 就像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虽然风险大 但也更容易管理 然后360还在大力发展AI 人工智能 这次可是动真格的了 他们推出了如360AI搜索和360AI浏览器这样的AI应用 效果还挺不错 比如360AI搜索的月 访问次数已经超过了9000万次 要问这AI有多厉害 恐怕以后你家的智能摄像机会比你还懂你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可能会给你发个家里发生奇怪事情的通知 吓得你赶紧回家查看 再来看看万科的情况 虽然他们的营收也在下降 净利润从赢转亏 但万科好像并不太担心 为什么呢 先别说他们在上半年就实现了融资超600亿元 关键是他们有一堆大动作 比如高质量交付 销售跑赢大事 旗下商业REIT上市等等 董事会主席玉亮说 未来的市场需求潜力还是很大的 新房性价比在提升 政策支持 多样化住房需求也在增加 玉总这波乐观发言 听的人心里也是暖暖的 万科在综合住区开发 物业服务 租赁住宅 三大主业上都表现得挺不错的 特别是租赁住宅业务 他们的长租公寓业务不仅实现了开业 集满租还在不断盘活存量资产 看来万科已经摸到了如何在复杂市场环境中求生存的秘诀 同时万科也在通过Rights模式探索新发展路径 今年4月 印利REIT上市 发行规模32.6亿元 万科正积极推动商业Pre-REIT基金 这些操作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咱们再聊聊金融体制改革的事 联平院长在东方蓝宝石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他提到未来金融体制改革的五个重点 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构建金融监管体系 完善金融市场 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以及推动金融高水平 双向开放 这些措施听起来头昏脑胀 但本质上就是想让中国的金融体系 更稳健 更有效 联平还特别强调了科技金融的重要性 他建议中央银行 设立科技创新债贷款 鼓励商业银行 更支持科技型企业 联平的科技金融提议就像给创新企业 打了一针强心计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专精特新企业冒出来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听得开心 也有所收获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想法 欢迎留言 与我们交流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 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6度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 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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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